4月7号上午 远望六号船顺利靠回中国卫星海上测空部母港 据了解 远望六号船于2020年1月完成改造后 赴东海海域进行海上综合测试 对船舶的测量控制 卫星通信等方面的能力进行了全面验证 国产行李操作系统得到了应用验证 船舱各地行动设备已基本实行国产化 远望六号船综合测空能力得到了近倍跃升 改造后的远望六号船 健康管理系统智能化程度更高 船舶动力测空设备集成度得到显著提升 可靠性和操作性更强 后续远望六号将承担起多项 我国重大航天发射海上测空任务 全船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将是针对任务技术难点进行公关 突出重点型号任务 组织技术五干 深入开展风险改控 强化岗位人员的操作和应急处置能力 确保各项任务圆满完成 关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